Hi, I'm Charlie 我是人文電 今天呢 我又跟大家 討論一個很難的英文字 就是 HELLO H-E-L-L-O HELLO 因為我注意到 很多人會用HELLO 去教別人 Like, to get their attention 例如 For example 你可能在咖啡廳 You're just sitting there Relaxed 在喝你的咖啡 然後 你看到坐在你對面的人 好像要離開了 他把筆記本收起來 把包包背起來 果然忘記拿手機 你馬上叫他 HELLO 嗯,HELLO HELLO 其實在台灣這樣用HELLO 大家都習慣了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如果 你在外國 或者 聽到HELLO的人 是個外國人 反應就可能會是 Is that guy saying hello to m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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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基本上 只會接電話的時候 說HELLO 或是看到朋友的時候說 HELLO 所以其實跟你一個台灣人 聽到有人用中文跟他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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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意思 那如果 不用HELLO的話 又可以怎麼說呢? 最簡單的應該是 Excuse me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說法 如果忘記東西的人是一個男生 Oh Sir 如果是女生的話 你可以說 呃 Man 不要那麼正式 輕鬆一點的 也有 Hey man Dude 如果是在澳洲 用澳洲的英文 那就是 Oi Mai 美式一點好了 Yo Dude 雖然可能有點over 但就算你說 Hey Diru Wing 其實 都可以 Just Don't Say Hello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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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